张理事长 我们知道塑胶工业产品在我们外销工业方面占很大的比重 那么我们也了解塑胶业这个名义之下 实际上包含原料以及各级加工产品 这个内容也很复杂 不过大致上看起来 去年全年外销方面的总值大为了什么数字 发展的程序大概去年在三一八到四一点 差不多美金的出口的数字 那么据您看今年这方面的情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我们据我们目前的股市去年是上半年好 下半年比较受了这个能源位置以后 不景气也挺低下来 所以今年呢正好相反 大概上半年呢还要比较做不景气的关系比较早一点 下半年慢慢的加增加 跟今年跟去年差不多 大概是一个同样的数字 那么目前我们这个塑胶加工出口的这个大宗的项目 是哪些 有塑胶的 顾尔晓得很数很杂 所以顾素是代替品比较多 有塑胶呢有这个 叫那个鞋类 塑胶提携 塑胶的包装材料 塑胶的玩具 塑胶的管制 类质整体也很复杂 所以大概之内也是差不多就是这个几个三八的项目来出口 那么您个人觉得啊就是说政府在以后辅导业的这个外销的时候啊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政府现在对于这个前半的工业的开启很多的措施 就是在政府能够做的这里就很多了 但我个人的意见呢就是政府更要深一层的了解 约束胶方面呢约束胶的粒粒也很多 粒粒也很多 能够深入一下 把各个行业的强势能够了解以后 在这一层下游再来这个鼓道的话呢 它可以出现出气一点 所以这个意思怎么讲就是希望 都要有发了亏了粉对成本以下的那些 对政府的外货也是准确 对接着的粉纯也是准确 所以就要对一根呢恰恰的满 就希望是有一个计划的生产和计划的消失的方法 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放宽 对我们国际社交易的这个派者国外的人员呢 能够放宽各种的限制 尤其在正在以后除了美国日本以外 我们希望在全世界这么一大小的国家 可以推销以关于派出国外的人员呢 就是能够来放宽它的限制 今天谢谢您接下来的法位 谢谢